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 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五大叔为您带来的DOTA 2直播比赛解说 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利亚德大师赛2023年的比赛 那么这个是总决赛BO5的第四场比赛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双方的表现 那么这场比赛呢 由于这个主办方啊 主办方在 也不是主办方 由于威慑 其实这里先看一下第一波的接触 那么这里小黑加发条 两个人黏住了拉尔的老奶奶 漂亮 一上来先生们 滋滋的拿到了一波一血 那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这届比赛 你们这还要打吗 不是个这吧 应该不打了 那这届比赛的话呢 在进行这届比赛的同时 那边的服务器 就是 这届比赛在进行比赛的位置 就是迪拜的服务器直接挂了 DOTA的迪拜服务器挂了 然後呢 不只是这次比赛 在这个时间段 在这个服务区所有的数据都统计不了 所以呢 导致这届比赛没法在游戏内进行观战 然后呢 我在最后一场比赛 总决赛第四场比赛解说的时候呢 出现了一点点的差错 出现了一些差错 没有能给大家去把这个比赛完整的录制出来 所以找了一个官方的视频 然后下载下来重新给大家配音 但是呢 没有纯定流了 所以我会把游戏的声音稍微放小一点 因为会有官方的解说声音 在这个地方给大家说明一下 好 回到这个比赛当中来啊 看一下这场比赛 现在双方的一个开局的情况 另一块呢 拿出来的是大哥位的小黑加中单火猫 三号位终于是想起来自己会用玉母蜘蛛的一个英雄 然后在四五号位拿的是发条和巫妖 巫妖 而Spirit则是拿出了中单的DN角手加三号位兽王 以及一号位的TB 毒狗加上小鹿的双酱油 一开局呢 直接是让对手拿了一个一血 上路用直桌来对线雅托洛的TB 然后米克沙卡的五号位小鹿去对对手Boxy的一个四号位发条 五号位的巫妖呢 则是在下路去保小黑 巫妖这个英雄来去打TB 我个人感觉还是可以的 还是可以的 因为 这一块有没有机会杀 好像可以 可以 漂亮 雅托洛这边直接是拿到了一个再美的人头 发条就是刚走 刚走就利用小鹿这个英雄的魅惑减速 然后在家里偷漏的变身输出 直接击杀掉了玉母蜘蛛 玉母蜘蛛啊 他虽然在游戏的前期还 这个战斗力的话还可以啊 还可以 但是呢 因为面对变身TB的时候 队友是一个发条 是个近战 如果发条不是上来去打先手 然后配合这个蜘蛛一起去贴到TB身上的话 那么你去跟对方硬钢 这个肯定是没有什么优势可言的 下路这边的巫妖呢 保小黑 巫妖保小黑的话 小黑的发育应该是没有问题 因为对手是一个兽王加上独狗 这两个英雄在游戏的初期属于是战线混线都没有问题 想要谋求一个击杀有一定的难度 拉尔的这一个老奶奶直接过来踩了一脚 但是这一枪没打到 没有打到 被尼莎一个误运权给躲了 躲完了以后 现在两个人的状态就产生了比较大的一个差距了 目前火猫的这个蓝量是满的 然后血量只掉了大概四分之一 但是电影角手呢 现在蓝量刚才已经是下到了只剩三分之一左右 米开的小黑 那这场比赛我是找录像 然后重新给大家进行一个配音 这个软件也是第一次用啊 那么到时候我会尽量的调节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然后呢 希望大家能够对于这个背景音 选择性的忽视一下 那么现在游戏进行到三分多钟 我们看到Spirit在对线期打的还是非常的不错 中单电影角手打火猫呢 应该说拉尔的这个电影角手在中路对火猫打到目前为止 打出来了应有的一个效果 就是比火猫在游戏三分半左右的时候 比火猫正反部加起来多个七到十个 这个都是正常的 都是正常的 这个并不是火猫打的不好 因为电影角手现在的对线 确实是玩爆火猫的 强度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面 米开的小黑在下落配合巫妖 这个双减速在游戏前期其实是有一定的击杀能力的 但是比较可惜的是对方有个毒狗 毒狗前期用来去救自己的队友能力 太过于出色了 确实是 拉尔的电影角手在中路这里控到了一个圣水神符 那么至于这个比赛的清晰度啊 这个比赛的清晰度也是 大家也就不用做太高的这个要求了 哦呦 下落米开这个地方被对方给强杀了呀 这里一个照明火箭有点东西啊 跨越了一张地图的照明火箭 过来拿了一个人头 看看这个兽王想强行拼掉对手 他拼掉了 他做到了这块 我好凶啊 下落这个二换二 而且关键的是什么 关键的是每一个击杀都是Spirit这边先拿到的 意味着Spirit这边拿到了经验 拿到了经验 然后在金钱方面的话倒是不会差距特别大 但是这个经验在游戏初期太重要了 还有就是上路TB现在28-12 完完全全的一个无解肥 中路的电影角手现在的优势也很大 发条这里看一下 小路再给上一个标 Boxy回头接一下 减少一点伤害 那么上路 雅托又是利用自己的变身 欺负了一波再美的勇蜘蛛 勇蜘蛛只能是利用猪网 落空而逃 跨地形 然后赶紧逃命 那这样的话上路这条线站得非常的稳健 中路的话呢 火猫随着无印权的等级上来一些以后呢 他的混线会变得稍微舒服一点点 下路的补刀也是小黑这边一个优势 那么团队经济方面 现在Liquid居然是没有落后啊 这个也是有点厉害 人头比对方多一个 Spirit在本届比赛当中给我的感觉是 怎么说呢 他给我的整体感觉就是前期对线 还是不那么容易拿到优势 基本上是靠游戏的中后期运营来去把这个比赛赢下来 面绕的独狗 看看这个独狗 这里关一下小黑 有来了 还是刚才这一套 冰甲给上去 老奶奶直接开大了 这波老奶奶提前过来一波开大 带走了米开的小黑 我这个老奶奶的游走时间来的好早 6分钟都不到就已经来到下路进行了第一波游走 而且这个是只靠了独狗的一个关 然后再加上队友的吃伤害就完成了这波击杀 Boxy这个地方要送野吗 应该不用吧 应该不用 Nisha这里空到了一发恢复神符 空到了一发恢复神符 那么火猫现在的状态还不错 发条回到家里面去补状态 再妹的这个状态非常的差 前期的对线补刀也是被亚托罗玩爆的等级的话 也不用说 肯定是一个玩爆 中路现在火猫 哦 这块下路独狗是被米开的 加上巫妖 两个人完成了一波击杀 中路火猫 看看6级的火猫有没有想法 这个位置没有进塔了 而且没有火盾了 没有火盾的话那就应该算了 里面再拼一波 这是官方给的回放 官方回放这波是看了一下下路击杀赌狗的这一次 这边小黑一个箭雨上来 再加上无妖提前过去卡位 提供视野完成了这波击杀 再妹的用蜘蛛这场比赛的日子 过得是真的不太不太顺啊 这个小路确实还是太厉害了一点 这块又是给到了一个减速 但是是先给的减速 然后对方套了冰甲 召唤生物 这个松果怪在努力的输出 发条包围过来 漂亮 小路这里被对方的再妹两口直接咬死 报仇雪恨 团队的经济方面 现在两个队伍仍然是咬得非常的紧 而且局势十分的胶着 但是这个电眼角手啊 这个电眼角手太肥了 电眼角手这个英雄 在之前两支队伍的交锋当中呢 有一场我记得是 Nisha用了一个电眼角手 好像就是上一场比赛吧 是上一场还是上上场 还是我忘了 Nisha的那个电眼角手 明显就是有一点点 对于这个英雄的强度 尤其是这个英雄的中期强度 有一些误解 可能是顶尖选手 他们更愿意相信自己的操作 这个地方只要干嘛 要叫单杀吗 发条这边过来了 我猫一个无印拳 再消耗一下 手里是有魂的 发条跟过来 看看这个位置 老奶奶 老奶奶这个位置 又挨了一个无印拳 这个无印拳挨得有点多余了 不应该挨这一拳呢 挨这一拳要多 消耗了点血 上路再击杀一次 可以 那么直接压穿了对手 而且兽王这个位置过来后 配合渡口两个人又带走了 因三季亚的无妖 这边打爆了 我怎么感觉 Liquid这边要 这局势非常的不乐观 火猫的经济线 虽然和对方的电阅手差不多 已经算是做得相当不错了 但是运动直如崩的呀 小黑在下路发育还行 那么人头数6比6 人头数6比6平 团队的经济方面 现在Spirit领先着1000加 1000加的一个经济 小黑这块给上一个 吹一下 然后剑鱼设一下 还是在下路这个地方 努力的在刷钱 能看得出来 这个米开的整个刷钱的 一个活动区域 尤其是当他们在天辉坊的时候 是非常倾向于更多的去利用 靠近一塔位置这个资源 我记得上一场比赛 好像上一场比赛吧 有一个热力图 有一个热力图就特别明显 他特别喜欢就固定在这个区域 很长很长很长 现在都不离开这个位置 但是相对比的话 雅头罗他的刷新区域 就要广多 看看火猫奔过来 nice 带走了对手 杀完这波以后呢 发条应该不会死 这块有齿轮挡着 那么火猫撤回来 绕到这个齿轮另外一侧 继续保持自己的发育节奏 雅头罗的TB 这个位置被小黑看到了 直接给上一个狂风 吹上去 nice 雷克特在上路的一波包夹 小黑兜过来 然后配合自己的战线的 这个用蜘蛛 兜过来以后看到了TB 一个狂风加兵剑 减速 然后再加用蜘蛛的合击 上来完成了对于TB的一个击杀 这波压制的很关键 因为这波打完了以后 大家可以注意到 小黑的经济已经是来到了 4400多块钱 而 对方 对方的 TB 目前的经济情况 是4900多块钱 在复活以后 马上到5000 但是小黑已经追上来很多了 这块兽王 开始在刮远古 这个矿 这个矿 要被抢了 招美火箭 先抢一轮 吴景泉 再抢一轮 漂亮 这波矿抢都nice 人都说 6比8 Speria的目前领先的 经济优势 已经是被对方蚕食的 差不多了 电源决手 都过来 目前电源决手排在 拳掌的经济第6位 这个经济是真的有点惨 保持经济的能力 一直是拉尔的一个选手 我个人感觉 他可能可以去提升 这个卫柄进来了 给上一枪 巫妖甩大 召唤生物 在这个地方来回 再弹 招出来一堆的小骷髅 来帮着分摊一下 Boxy胜了一丝血 有人能过来收割吗 没有 没有 就差了这一丝 永之多把 这个上路擦 我推不掉 我直接就扑着网 来到了中路 在美地上比赛 也是非常的灵活 上场比上路推不掉 我就来中路 配合火猫 一起来拆 中路的一坛这边拔掉 拔掉了之后 目前TB的经济 马上要被小黑追平了 团队经济 现在Liquid已经是实现了 又一次的反超 虽然是两边在不停的拉锯 看一下TB的预购篮里面 摆的是单刀 单刀 然后做冰眼 从这个顺序来看 单刀冰眼 这两比赛 其实分身是可以考虑做一下的 对方 不管是对方的这个 发条的齿轮和弹幕冲击 还是小黑的狂风 分身都是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案 现在11分钟 看看火猫 这波开悟 抓到了TC 两人全撞 赌口大招给上去 然后这个时候 小黑的狂风只吹到了兽王 TB赶到了正面战场 Foxy机智的一张TP 再加上队友一个兵甲 很nice 兽王这里给上一个飞斧 双手里的大招已经用过了 现在暂时没有大招 那么再接着往前留人的话 有点困难留不住了 这波电影角手没来 电影角手没来的话 他们缺少了一个 非常关键的远程火力网 没有这个远程火力覆盖的话 想要去击杀掉对手 真的是有点难了 那么中路这边老奶奶 远程火力覆盖 没有给到下路 给到了中路 小路给上一个减缩 小黑回头见雨 知道跑不掉了 回头见雨一下 看看能不能给对方减缩 让队友过来去收割 好像有机会 玉米蜘蛛赶到了中路 漂亮 这波拉尔的这个电影角手 被玉米蜘蛛咬 再为一个饼砸晕 但是自己还是被再美的玉米蜘蛛咬死了 打完这波以后 玉米蜘蛛的经济 现在已经是赶超到了 全场的第三位 起得非常非常的快 这场比赛离开了 现在已经把局势打回来了 大哥的经济 虽然追过上你的TV 但是我的玉米蜘蛛现在起来了 玉米蜘蛛这场比赛 打TV的话 可以考虑做羊刀 也可以考虑 就是纯钢正面当个肉 纯钢正面当个肉 也不是不行 但是适合玉米蜘蛛 出的肉装太少了 现在人都是10比7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现在Liquid 这边吹了回来 让火猫捆一下 往回撤 说完没有找到更多的机会了 那么人都数 现在差三个 Spirit在大哥位的经济来看的话 TV仍然保持着相当高的一个 发育速度 不得不说 现在雅托洛可能 可能啊 可能雅托洛 现在可能真的是 世界上最好的一个stay了 英雄持身 而且相当的扎实 出装很灵活 下线极高 稳定性非常好 稳定性非常好 这个 关键是 这个选手还非常的勤奋 这点挺难得的 有很多的职业选手 在拿到一些 顶尖的这个成绩之后啊 或者是一段时间内 拿到了一些比较好的成绩以后 往往会陷入到一个 相对比较懈怠的一个情况 但是雅托洛没有这样 有两个特别牛的 我特别钦佩的选手 一个是 这个雅托洛 现在场上的雅托洛 另外一个就是SAB OG的这些之前 两连贯的三号位SAB 其实之前都是在打教练 后来临时替补上场 人走了 队伍人走了 然后他们替补上场 结果发现效果非常的好 那么也就一直让他 去打这个三号位了 再不也是 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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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热爱这款游戏啊 他真的是热爱这款游戏啊 发掉这块框架 读搞关自己 拖一点时间 火猫出来 直接一个物性拳 无妖的大招还行 没弹几下 老奶奶转身 一枪上来 可以 大招开起来以后呢 这边火猫只能选择后撤 老奶奶最后两炮全中 因三点还能再追吗 这边有一个 触摩 触摩在追 以前这个家伙是会放网的 现在不会了 现在只会招小骷髅 那么再接着追着 对方的这个物妖带 物妖这里 也是不敢回头放技能啊 因为对方有人 肯定是在一直追着他的 回头放技能 去杀这个怪 很可能会被对方留住 你选择直接走一个传统门 开溜 那这样的话杀不掉了 这段时间 TB的经济增长速度 确实是飞快 已经又是重新 拉开了跟第二集团的 一个差距 现在有8300多块钱的经济 14分钟 非常非常的离谱 这个经济 小黑7490多 Liquid这个队伍 他们其实我感觉 需要去强化的 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在一个系列赛 一轮系列赛 不管是B3也好 B5也好 这个队伍 他们打不了逆风局 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就是从他们之前 和GD的比赛 就能够看得出来 他们打不了逆风局 特别特别的 可惜 如果他们的逆风局 能再打得好一点的话 这支队伍其实 应该说是 有希望 有希望能拿到一些 就是今年之前的比赛里边 有希望能够去拿到一些冠军的 但是他们这个逆风局 打得确实不太好 看了独狗这边 又是找到了对方的独狗 独狗果断的关自己 这波没有机会 给他时间去拖了 出来以后 也是很快的 就被对方带走 再没有拿一个人头 现在再美的英雄之珠 已经是四杀两死 零助攻的一个数据 但是团队经济却并没有倾向 Liquid这边 Spirit现在的一个 经济的保持和补经济能力 在这届比赛当中 随着比赛进程的深入和发展 他们的整体实力 真的是肉眼可见的在提升 Spirit这个队伍很神奇 他们是一个 其实在他们拿Ti的 这里看一下 留住 这里直接扬 扬完了以后 接着往前追 这个应该是自己开的铜杆 自己开的铜杆 但是被对方留住了以后 跑不了 还是被雅特洛这个A死了 这个队伍 它是一个特别标准的 慢热型队伍 在他们拿到Ti冠军 那一年的时候 在那之前的 很多个比赛里面 我在看他们比赛的时候 就有这种感觉 特别特别慢热 一个比赛里面 它是往往是 每一届比赛都是 在过程当中 肉眼可见的在成长 这边独狗又是 被对方的发条关上了 这里出来以后 给一个大招 到对方独狗 到对方的发条身上 然后巫妖的大招 弹了一波 火猫这个位置 好像是没有什么危险 对方根本就没有空 狩王的一个大招 根本找不到 火猫的位置 那么人都是来到了 10比13 不过团队经济差 还是在拉打 尽管这几次的接触 Liquid都没有吃亏 但是团队经济差 仍然在拉打 从被Liquid领先 一点点 然后到反超了1000加 然后打完这波以后 马上就要到2000加了 这个还差一下 火猫 火猫没魂了 火猫这波没有魂了 这个可是太难受了 之前它是有魂的 但是这个时候 在被对方空住了以后 它没有魂了 外面那个魂 到时间了 来不及再往外甩魂了 那么这波被对方带走 人多数来到了11比13 现在Spirit领先着2000多的团队经济 而且TB的这个经济发育的速度 有点离谱了 它已经从刚才那段时间 这里阿托斯定住 然后过来一砸一枪 射王一个大后座 漂亮 留住了对方的玉母蜘蛛 玉母蜘蛛这波被送走 玉母蜘蛛被送走 这波打完以后 现在双方的人头数来到了13比12 13比12的人头数 我们看一看接下来的剧情呢 接下来的剧情会怎么发展 火猫这里一个TC 捆住了DN角手 DN角手这波被对方捆住以后呢 不过还好 赶紧喂一个饼 跨一下地形 18分钟 现在领先到了4000家 刚才那波火猫被击杀 真的影响太大了 对于团队经济 DN角手之前本来是一直掉到第6名 他的经济其实起得很慢了就已经 不过不得不说拉尔 我觉得他的DN角手 玩的比尼莎的要好 就是他对于这个英雄 应该在游戏中期的时候 过了对线期 然后过了自己大招 强势期的那个阶段 应该去怎么处理 我觉得他玩的是比尼莎要好的 就是说完了 这个英雄在你过完对线期 然后你的一二技能 不足以去对对方形成快速的致命威胁 你的大招没有办法三四下拍死一个人 配合队友的输出三四下拍死一个人的时候 这个时候玩DN角手就是一个突出一个狗 就突出一个狗 就你不要再想着说我的技能能一下去 以击杀对手为目标 你就是去给自己的队友提供辅助的伤害和控制 不要冲脸 之前尼莎的那个DN角手就是在玩命的冲脸 但是这场比赛 你看现在这个DN角手 除了周围一圈全是队友的情况下 你能在地图上看见他 否则的话 你整个在团战的正面战场 如果你不把这个视角拉到特别高的话 你都看不见他人 主战场他永远不在 他就在躲得远远的特别远的地方 然后放一个大招往前扑 而且他的大招都不是第一时间扑 这个时候Spirit下路19分钟跑过来 带着招换生物 带着幻象过来去拆对方下路的高地塔来了 这个应该就是吸引一下对手的回防 但是火猫并没有回来 火猫并没有回来 火猫还是在外面 那么这个高地塔的话 轻松愉快的守住 火猫果然是在上路在下 并没有回来 那么现在玉母蜘蛛选择是做了一个林肯 挡一下对手兽王的吼 也可以套给自己的队友 尤其是套给火猫 小黑呢是点击手魔龙枪 然后直接去做一仗 这个也是现在标配的一个出装 加快刷电速度 而且增强自己的 有效增强自己的一个战斗力 那么比分12比13 落后一个人头 但是领先4000的团队境界 TB单人领先小黑2000块 兽王马上追平对手的玉母蜘蛛 电眼角色目前领先几百块钱 这里一个照明火箭过来 没有看到啊 这个时间放的有点可惜 对方正好是在往肉山的一个地方走 而且进去以后呢 这个照明火箭的持续时间也到了 这个时候对方开始打盾 这个打的速度快吗 我看一下够不够快 哦还挺快的 还挺快的 下一个照明火箭在路上了 照到 但是离得太远了 离得太远了 这个时候你看这个照明火箭 在照到的第一时间 Mira在干什么 Mira在往左边走 他去左边看前哨战去了 如果这个时候对方有人 直接替前哨战准备过来去 打这个肉山的话 他可以用关去拖一下时间 如果对方把第一轮技能 交给他集火的话 队友那边已经打完肉山 可以全身而退了 Mira刚才这个独狗的走位 意识也是相当的到位 现在比分来到了 还是保持在12比13 团队的经济呢 仍然在4000块左右 3000到4000左右 TB的单人经济领先 并没有缩小 发条勾住了对方的小鹿 这个好像有点不太好杀 这个是有点难杀的 现在11级的小鹿 有3级的夹血 用直桌回到自己家的下落 过来去守下兵线 人头数不变的话 团队的经济又会继续拉开了 因为目前从这场比赛 打到21分的情况来看 那么Spirit明显在 整个比赛的一个过程当中 他们的这个刷牵能力 是要强于Liquid的 看看这一波Spirit的开悟 刚刚带悟的一波开悟 从地图的视野来看的话 这个周围是没有视野的 液体是没有视野的 这里毒狗过来 普林肯一个大 给对方减速 能跟上来吗 毒狗在接上一个关 狩王的吼 要不要吼他 地位置先给上一发托斯 然后这块冰甲给救下来了 狩王守了 留了一下自己的吼 没有交给对方的这个 用直桌 不过另外一侧的发条 被毒狗直接一个毒 毒死了 毒的爆发 就一层 第二层其实没给上 就一层直接给毒死了 因为就剩一丝血了 打完这波以后 团队的经济 还是保持在四千 但是人头数 终于是追平了 这里拉热墙躲下 狂风没有躲掉 直接开BKB 卫柄 减速 上高台 转头 突突两枪 放大招 然后再加小鹿的输出 可以 反应非常的迅速 打完了以后呢 还不忘了用自己剩下的大招 直接清一下兵线 多打一点钱 小黑的节奏被断了 一波团队的经济 又拉开了 现在这只Liquid 我感觉他们在 比赛的过程当中 很多细节 其实没有他们以前做的好 尤其是米开这个点 米开这届比赛 是真的有点 怎么说呢 有点滑 有点滑 或者说他最近状态不太好吧 米开反正整个这届比赛下来 给我的感觉 就是没有他之前的那种 非常顶尖的那种灵性 一号位的感觉 就总感觉他的一号位 在最近的比赛里面打的 不太舒服 当然了 这个不是甩锅 不是甩锅 也不是风锅 因为现在有一个 其实在 也不是现在吧 因为DOTA的比赛 一直有一个很不太好的风气 就是一个人 只要一届比赛 或者一两场比赛 没发挥好 然后这个队伍 所有的人 就都开始喷这个人 当然不是选手喷 就是观众就开始抓着这一个人去喷 感觉只要喷这个人 就是政治正确的那个感觉 我觉得这个其实 我个人不喜欢 我只是个人不喜欢 选手的状态有起伏很正常 而且有的时候不是他打的不好 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被对方针对的太惨了 还是看比赛嘛 还是心态放宽 对吧 只是说我就像我一样 我比较喜欢用状态不好 发挥不好 或者是说可能会有一些 就是跟自己的队伍的匹配问题 跟版本的匹配问题等等 而我是一般不会用菜这个词 去形容这些选手的 因为人家真的都是世界最顶级的人了 如果TB手里边已经有了冰岩以后呢 这里老奶奶阿托斯定住 然后卫柄TB过来换血 再加一顿合击 还差一下就拿到人头是亚头 亚头老拿到这个人头以后 现在双方的人头数来到了16比13 也就意味着Liquid已经很长很长很长时间 没有对Spirit的人形成过击杀了 因为之前的人头数是13比12 然后现在已经是被对方反超到了13比16 双方的经济现在差7000块 这个经济差在不断的拉开 Liquid也没有去想任何的办法 他们其实也不是不想想办法 他们拿的一个阵容没法想办法 羽毛蜘蛛在做蝴蝶 这是准备要去刚正面了 羽毛蜘蛛准备要去刚正面了 要搞些事情了 这个羽毛蜘蛛呀 尝试一下用自己的正面作战能力 或者是出完蝴蝶以后 他可以有很高的输出 快速的去清掉对方的后排 看看能不能创造一些奇迹出来 TB现在17000多的经济 那么兽王14800 小黑是14300 小黑的经济甚至已经被对方的兽王给翻超了 DN角手的经济虽然仍然不高 但是你看这个真的就像我说的那样 他的DN角手你看不见他 你看这个时候猴毛出来 我先阿托斯没给上 兽王已经过了 这个阿托斯要给上的话 猴毛有点麻烦 就是你必须得第一时间开BKB 第一时间开BKB去赞鸟 然后赶走 就是不能在原地拖 在原地拖 让对方的兽王一旦大招给你套上了 然后再接着老奶的卫柄 这一套爆发还真不一定顶得住 看一下羽毛之多 身上的钱还是挺多的 已经2000多块钱的存款了 火猫过来 捆 捆捆捆捆 哎呦这个捆在CD 捆差了两秒多的CD 你看帝恩决手这个英雄你看不见的 正面团战的时候 就这一点 妮莎做的其实是不如拉尔的 拉尔他的帝恩决手 在弱势期的时候 很清楚自己 我现在弱 对吧 我现在是弱级 我打不过 我谁也惹不起 我就藏着 团战的时候我就放大 这块阿托斯定住 然后呢 为饼砸一下 对方 哦 这个无尽拳躲得漂亮 我刚说完 然后拉尔这边就上来去浪了一波 刚说完就上来浪了一波 不过也是仗着自己的这边队友多呀 看看火猫被OTB的这个冰眼 粘住了吗 推推过来打一下 现在因为BKB是可以无视冰眼的减速 和减疗的这个效果的 所以这波呢 跟不上兽王过来 大招吼住 TB 哎呦 这舒服太高了 还居然被对方的兽王跟过来以后 一个大招直接吼到脸上 那么火猫的节奏再一次被断 这个团队经理 拉开到8000加 再打掉你家里面的魔方 打一个魔方的话 9000加了 这一个魔方打完了以后 9000加的经理差了 17比13 魔精给到了毒狗 毒狗有一个持续驱散 看一下中路的高地 Voxy的发条上来以后呢 直接是被反杀了 亚托洛正好是剃回来以后 身上还有变身的效果 大引刀了 这个TB已经大引刀了 现在双方 我们看一看 接下来这个玉母蜘蛛能不能创造一些奇迹 如果呢 如果玉母蜘蛛 如果玉母蜘蛛这边能创造一些奇迹出来的话呢 就好了 就好了 你看这个热力图 这个热力图非常的离谱 雅托洛的这个热力图显示 他的活动范围几乎大部分的时间 是在对方家的办场 然后小黑的热力图显示 小黑的活动范围基本上就只局限在 小吃街和烈尸路那边的一点点的范围 就从这个热力图上就能看得出来 为什么两个人的经济在快速的 或者说在以一个相对较快的匀速在拉大 就纯纯的是两个人的刷钱空间对比差距太大了 现在游戏的时间来到了28分钟 28分50秒 发条这个勾勾中 老奶奶被框住了以后 双大这边是弹了一下老奶奶开BKB 转身打一套18级的截然决手 我们要到20 巫妖的这个大招 巫妖的大招 巫妖的大招 都拉开了 拉开了 这波结束 用蜘蛛过来吐一口 然后开启了自己的一个一技能 开启一技能以后 这里被阿托斯定一手 没有BKB 没有BKB冲不上去 老奶奶转身 开大 TB贴小黑脸 完了 这波小黑跑不掉 直接推推过来 再变身 粘住对方的运木之鲁吗 没有 运木之鲁跑得点快 看看独狗过来 给上一个技能 但是没有大招 独狗这个地方有大招 能第一时间给到减速的话 说不定队友还能再往前追一下 看看狩王再追到对方的远古野 这个位置以后 火猫给一个TC 停一下车 然后亚托洛直接冲上了中路的高地 开始拆对方的中路高地塔 巫妖买活 出来 人头说现在21比13 Spirit领先着13000的团队经纪 30分钟不到 领先了13000 这个差距 关键是这个差距 有一个数据 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 就是Liquid这么长时间了 他们仍然没有能够形成对对手的击杀 两边的人头对比 已经从13比12变成了13比20多吧 好像是 21这波打完了以后 好像是 这边再杀一个巫妖 巫妖这边是用命救了一下自己的队友 拉了一手对手 然后比赛用小黑打TB这个事 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小黑打TB本身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小黑打TB 怎么说呢 你用小黑去打TB这个英雄的话 就需要你有空间 而这个空间吧 往往不是单纯的说 你的队友要有大团控 或者怎么样就能够解决的 是需要 游戏的时间拉的足够长 足够长 然后你的队友足够结实 两边的救人技能 救人的装备足够多的时候 这时候小黑才有机会 利用自己的大招特点 来去针对对方的TB 你想刚才这几波 小黑直接就被对面贴到脸上了 你都没有大招可以用 你没有大招让你用 这就很尴尬了 看看这波的开悟 妮莎往前走 妮莎这个位置过来的时候被看到了 被鹰看到了 妮莎过来的时候被鹰看到了 肉杉这个时候已经是刷新了 肉杉已经刷新了31分钟 我们看一下21比13的人头数 这个火猫往上走 一个T 看到了上面是有一个召唤生物的 照明火箭一直在探肉杉 整个地图的视野来看的话 现在都是Liquid的一个绝对优势 Liquid这边不是绝对优势 Liquid这边是谁还看不见 对对方 地图上插的眼来看 Liquid其实眼做的是不错的 视野方面的话 这样比赛Liquid的工作做的不算少 只不过这个发育的速度 发育的速度是真的差的有点多 那么目前人头数21比13 看一下这波的肉杉团 这个肉杉团怎么说 这个肉杉团对方开悟了 Spirid开悟了 Liquid在打盾 这个时候小黑在叠层 眼被对方拿召唤生物排掉 然后这个时候看一下 少王直接冲到小黑的脸上 TB开变身 小黑被顺秒 玉母蜘蛛上来吐一口 开始咬这个TB TB这个换血 我怎么感觉好像换磁了 这个TB 那这个地方被玉母蜘蛛硬声声咬死 老奶奶远距离开大 朝远距离的一个大招 砸上来以后 这个火猫还是没有能够扛住 那小鹿这里被对方的玉母蜘蛛过来以后 跟上去直接咬死 Mira还有毒狗 买活了一个小鹿回到正面战场 现在正面战场暂时是一个4打3 这是一个4打3 团队经济领先是1万4 但是 电眼角手目前已经没有大招了 没有大招 20级的电眼角手身上有一个大炮 有一个阿托斯 这里被狂风吹一下 看到玉母蜘蛛 玉母蜘蛛出来了 老奶奶突突一顿 但是没有能够完成有效的致死 这玉母蜘蛛咬你这些酱油 就是两口 冲上来太猛了 这里两口三口四口 发条一个勾 Nice 玉母蜘蛛这波杀疯了 蝴蝶玉母蜘蛛杀疯了 这波小黑第一时间被对方直接贴脸送走 买活回来 再加发条 买活回来以后 配合再没的玉母蜘蛛 打赢了这波团战 太急象了 打完了以后双方的团队经济差 从1万4直接拉进到了8000块钱 这开战之前是1万4的团队经济差 一波打回来6000多 而且带奶带盾 老奶奶这一顿突突上去以后的伤害不够 被玉母蜘蛛直接开始自己的极度饥渴 两口就把血量吸满了 小黑又是一箭射死 然后这个时候拉尔想回家 被对方的发条勾中 再加玉母蜘蛛小黑的输出 其实这个发条就算没有勾中 也是可以直接咬死的 伤害应该足够 伤害这波应该是足够的 这波团战打完以后 双方的人都说25比18 团队的经济差被拉回了6000多 而且玉母蜘蛛的经济 一跃来到了全场第二 跟TB只差了不到4000块钱 只差3000多块钱了 这波 这波打完了以后 目前小黑的经济18700 火猫17300的经济34分钟 有希望这样我们打的话 有希望 因为差的很少了 现在已经34分钟 差个六七千的经济 20分钟差个7000 这是很大的差距 30分钟差7000 就可以接受34分钟 快35分钟了 差7000 那这个差距其实就已经很小了 尤其是大哥位的经济 现在的差距就更小 主要的团队经济差 反而更多的体现 来了酱油的身上 因为现在毒狗有9000多 小鹿有8000多 对方是一个7000多 和一个6000多 你光这两个酱油 就占了很大的便宜 这边又打了一个魔方 给到小鹿 给到小鹿 召唤生物的话 你别说这场比赛还真有一些 中立单位和召唤生物 什么兵线之类的 还真是有一些 小鹿这个密友 可能会有一些效果 之前我记得有观众说过 就是跟我说过 他尝试过用小鹿搭配狼人 用了小鹿搭配狼人的狼 和支配的野怪 效果还不错 就是用密友这个技能 亚特洛的TB 现在手里边是 装备快饱盒了 而且这个TB 他的装备还有一个问题 因为他做了否决 所以他的血量 会比那种更多属性装的TB 要少一点 他身上的大引刀和这个否决 也几乎是没有属性的 这堆的幻象 加上一堆的招换生物 去这个强拆塔 这要强拆 能不能拆得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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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猫这个无印拳 还剩一个幻象 那打不掉了 幻象这个东西打防御塔 本来就不疼了 然后这边还套了一个兵甲 那就更打不动了 看一看Spirit的一拨五人开悟 直接往上兜 这拨往上兜 想要去杀的 他们这拨其实想要去杀的是对方的育母蜘蛛 因为上路有好多的小蜘蛛在带线 而且他们在下路逼了一拨团以后 他们认为这个育母蜘蛛 有大概率会跑到上路去带线 但是呢 实际上育母蜘蛛在右下角 整个地图的右下角 这拨开悟过来抓人 没有抓到 那么看看要不要走传送门呢 已经兜到左上角了 走过坐过传送门 但是他们在这个 果然在做 但是在做这个传送门的时候 育母蜘蛛已经回去了 完全没有抓到 育母蜘蛛这边已经回到了 自己家的二塔后的这个位置 下路二塔后的这个位置 跟自己的队友去进行了一波会合 看看Spirit现在还领先着八千家的一个团队经济 TV的经济已经是接近饱和的一个状态了 接下来就只能去更新跳刀 用跳刀来换自己身上的这个甲腿了 带了一个巨神残铁 二十级TB 三千一百五十点血 如果是切力量腿的话 是三千三百五十点血 这个血量的话 还可以吧 如果他否决或者大引刀 换成其中之一啊 换成一个 其他的属性装的话 那么他身上的血量 应该是在三千六左右 三千五到三千六左右 也差距不会特别大 毕竟等级已经足够高了 那么那么两三百三四百的血量差距 你要是等级低的话 很显眼 等级高了以后 这点血量差距就不是很大的 用直桌这个地方是队友 给他控了一发双倍 一直等到了这个双倍神符出来 然后控上 给他瓶子 让他拿着双倍神符 下一波靠这个玉米之桌来创造奇迹 团队经济差 现在是已经来到 团队的经济差 仍然保持在一个八九千 然后人头数来到了二十五比十九 玉米之桌手里边跳刀 鱼叉 蝴蝶 林肯 甲腿 这块三接装备带的是骑士剑 看看TB带着自己的幻象 又是冲上了对方的下路高地 所有的人都是比较分散的一个状态 目前 并没有第一时间抱团集中在这里 因为中路的兵线比较靠近自己家 玉米之桌里边一直在拿小蜘蛛在带线 这块TB制造出来自己的幻象 然后独狗关TB的幻象 来创造额外的幻象 往上去骚扰对手 中路的兵线还是一直在自己家的塔前 高地塔前 现在有小蜘蛛在里边 明显是 小蜘蛛 这场比赛用蜘蛛的颜色 他的英雄在小地图上的颜色和绿色有点接近 就是他小蜘蛛的点 跟绿色的兵线有一点点接近 比兵线绿色要更加的亮一些 所以还是能够分辨出来的 看看玉米之桌在上路 这一波 狮王在后面 这块被人马踩了一点 会有问题吗 没有 其他的人都不在 所以现在玉米之桌倒是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危险 主要是TB的位置 TB现在在下路 TB的本体现在在下路 然后一直在不停的创造幻象去断这个下路的兵线 这变成了一个带线牵制 然后偷建筑物的一个版本 还是这个版本的发展还是挺有意思的 其实跟建筑物有关的地图改动 就是在从7.33开始 一直到现在这个所使用的版本 已经经历了四五个五六个小版本出来以后 其实跟建筑物有关的东西 哎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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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玉米之桌被打死了 这怎么打呀 这玉米之桌二十三十九分钟 被对方直接给送走了 对方这个时候TB的变身刚开 要去摸一下高地吗 看看要不要去摸一下高地 这个变身刚开 走到对方的高地下边的话 大概还能剩下一半多一点的时间 没有去摸 没有去摸 选择去拆一下对方的上路二塔 摸高地的话呢 一个是可以把对方都压回来 另外一方面呢 有可能能够去逼这个玉米之桌买活 但是他选择更稳妥的一个收益方式 就是我先去拆掉你的上路二塔 然后呢把兵线带到你的高地上 一样可以把你的人都压缩回来 看看这里老奶奶冲上来 一个羊羊柱 否决点上去发条 勾 勾完了以后 老奶奶这边直接推推回去 那么火猫中了一套技能 发条被打成了残血 上路高地被对方拆掉 但老奶奶胃柄 TP变身结束 可以开始往回撤了 小黑根本就没有什么输出的机会和空间 对方这帮人太猛了 那现在双方人都输26比18 Spirit领先着13000的团队境界 又是领先回了13000 TP手里面也是带了一个五分长剑 带了五分长剑以后 现在身上有魔精 有魔精 然后大引刀 否决 分身 撒旦 他没有去做跳刀 他选择直接出了一个撒旦 用这个东西来增加一个驱散 同时增加一点自己的续航 增加一个正面硬杠的能力 就打算跟那边用猪猪拼了 就纯拼正面了 不去搞那些有了没了 就跟你纯拼正面 看点缘手 这波我会撤一下 我会撤一下 TP过来 直接否决点上去 小黑完了否决点上跑不掉 小黑没有BKB 这边小黑被秒 发条也被这方击杀掉 41分钟 小黑109秒没有买活 差1000块钱 这岂不是磨得了呀 这一波就磨得了呀 100秒的时间 对方面说破三路 拆完三路拆基地 拆完基地拆全水 都够了 100秒的时间啊 祖祖 TP这边拿自己的幻象上去 清兵线 然后兽王往上走 老奶奶上了以后 直接秒了一个无妖 开着屋 瞬间冲上敌方的高地 下路的高地 马上就被清掉 然后再过来去拆中路 现在发条有40多秒 小黑有70多秒 有一个塔房 但是这个塔房 估计只能用来去守自己 哦 堵狗 这个位置 被玉母蜘蛛给偷掉了 玉母蜘蛛干得漂亮 这边开一下塔房 拖一下第三路 玉兵 这个无妖选择了买活 无妖选择了买活 但是TB这个点 TB这个点是真的有点猛啊 变身开出来 老奶奶也开始给出出 25级老奶奶 已经拥有了25级的天赋 呃 霹雳天手 骑射 三人骑射 这个伤害 逐渐的开始有点离谱 起来拉桥黑 还有40多秒 少王大招 吼猪 玉母蜘蛛 玉母蜘蛛 被对方一顿起火 直接带走 没有买活 还剩最后一个火猫 但是无奈GG 好了 这样的话 恭喜 Spirit在本届比赛当中 最终是拿下了总决赛 拿下了总决赛 好了 我是三老大叔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别忘了收藏订阅我的频道 咱们这期节目就给大家录制 或解说到这里 感谢各位 咱们下期节目见 么么哒 我们下期待 跟里面